伊朗总统鲁哈尼说 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举行会谈 他必须卖出第一步 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 鲁哈尼称 伊朗已经明确表示无意制造核武器 并且说制裁是非法 不公正和不公平的 特朗普星期一表示 他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 和鲁哈尼会试图就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新协议进行谈判 来取代特朗普去年退出的伊朗核协议 特朗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结束时 说我想伊朗是愿意会误的 特朗普试图大幅限制伊朗的国际石油出口 在一年前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他说制裁绝对伤害了他们 但特朗普和鲁哈尼会误的前提条件是 伊朗不能通过军事进攻制造更多海外紧张局势 特朗普说新协议必须禁止伊朗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 协议的覆盖期限亦都要长过 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规定的10年 伊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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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朗